一堆飲料罐中波浪中的貝殼看來很醒目 這是車渠背 旁邊還沾著像是海草的植物 被小琉球的店家發現丟棄在垃圾袋中 裡面其實看得出它的內臟有被挖出來 快死掉那種感覺 真的是讓目擊民眾看呆 這個垃圾袋中的車渠背直徑20公分 還會吐水明顯被破壞過 刻意中在黑袋子裡面旁邊都是喝過的飲料瓶 店家一開始以為是回收物 沒有想到竟然是罕見的車渠背 2019年時有兩顆車渠背遭到的倒挖 當時震驚了各界 車渠背目前全球數量稀少 受到華盛頓公約的保護 再度傳出有遊客開挖 當地人真的很生氣 去亂挖海底的車渠背 是一個非常可惡的食物 小小球不歡迎這樣子的人 來 進來我們早上 躺經發現違法者 將依一月罰除3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款 倒挖車渠背罰則還在修改中 但是目前最終有15萬元的罰款 誰挖走了珍貴的海洋生物 主管機關還在查 這一顆在垃圾帶發現的車渠背 當下海巡單位把它放回大海中 但是被破壞過的它能夠存活嗎 大家都很忐忑 也引起了琉球居民關注 表明不歡迎破壞的遊客上島 請為自己的舉動負起責任 三地新聞 朱俊傑 朱宇榮 屏東報導